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04年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 美国陆军四军上将 1941年12月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 中美英等国同盟 经过协议设立了中国战区 由蒋介石出任战区的统帅 史迪威任这个战区的参谋长 然而史迪威与蒋介石两人的关系 却很糟糕 史迪威讲话直率 他给蒋介石取了个说号 叫做Pinut 意思是花生米 也就是笨蛋 没用的小人物 史迪威厌恶国民党的腐败 却对中共有特殊的好感 他同情中共 认为中共是真正有能力抗日的力量 史迪威掌握的分配 美国援华军火的大权 他多次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 援华军火应该分配一部分 给陕北的八路军 并且他非常崇敬送庆林 多次通过他将一部分医药物资 用军用飞机送到了延安 史迪威对中共的这种态度 是蒋介石难以容忍的 两人的矛盾的日益尖锐 1942年初史迪威率远征金入勉作战 溃败而退 蒋介石趁机两次向美国要求撤坏史迪威 因为马歇尔在美国的反对而未果 1943年12月起 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 在1944年8月攻占了 缅北中心城市密支那 建成了当时国际向中国输送物资的 唯一公路史迪威公路 为了证明中共值得授援 史迪威于1944年7月 组织了美军观察组进入了延安考察 观察组倾向史迪威主张的意见 但罗斯福总统对于中国的政策 是维持住中国 他又另外派遣了副总统华莱士 到中国了解情况 华莱士对国民政府的统治能力 给予很低的评价 但同意史迪威成为了 两国交往障碍的这个说法 八月中心罗斯福再三要求蒋介石 将中国大陆之军队交于史迪威指挥 蒋坚决拒绝 他表示宁可脱离盟国独自抗日 也不妥协 罗斯福权衡再三 终于在1944年10月18日 下达命令撤换史迪威 史迪威临走的时候 向宋庆林告别 并写信 致中共领导人朱德 为此生不能与朱德并肩作战为害 史迪威回国后仍担任军职 两年后的1946年10月12日 因胃癌在旧金山病逝 朱德给史迪威夫人 发出了宴电表示生气的哀悼 史迪威夫人回复了朱德一封电报 史迪威了解你的志愿 是要中国人民过正常的幸福的生活 他对于你的斗争非常钦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